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三种馄饨馅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上海最传统的 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季菜肉馅 今天我用的是极冻季菜 那如果你用新鲜的话 你就要像处理西洋菜那样水里烫过 季菜先解冻 倒出来挤掉水分 但不要挤得太干 然后呢我们给它里里齐 挑去里面的黄叶子 把它切碎 这个梗呢可以留着 先把这个大梗 这样给它破开 那极冻后和烫过后的蔬菜呢都会缩水 所以呢如果你要想有一磅的菜线的话 你就要准备一磅半的新鲜蔬菜 或者有的菜呢缩水厉害 你需要更多一些 然后呢我们用你的手关节 这里或者是这里 抵住你的刀面 指甲不要朝外面伸 这样抵着一点一点往后移 磨得越碎越好 那接下来现在呢我再用一些青菜 这个量呢是季菜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 因为光用季菜好那个馅呢吃上去会很干 有干干的感觉 洗干净后呢青菜要放在滚水里滚一下 那汤青菜的时间好 要比烫西洋菜和菠菜要时间长一些 因为它有大大的梗 不要盖盖 等菜梗变软了我们就可以捞起 然后马上清水冲凉 否则好叶子会五黄掉 冲凉后呢水分也捏干一点 尽量这样也理其他 也是这样先这样束的给它破开 尽量破细 在这个方向切 那因为这个青菜好它会打滑 所以不容易磨碎 我们还要剁上个几刀 剁好后和芥菜放一起 这个水分好不要弄掉 肉要吃水待会 这里呢我用了鱼菜等量的猪肉米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上下调节一点点 但是记得菜不要放过多 同样肉放多了呢 也不一定好吃 我们先给肉来调味 如果你是一磅猪肉的话 那我们放一个Tispoon的盐鲜 一个Tispoon的糖 再放大约一个Tispoon的料酒 那如果你不喜欢料酒的味道 你就放一点白胡椒去腥 肉酱先拌匀 如果你觉得干干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水 不要加太多 因为菜里面还有很多水 混沌线不能太湿 拌个几分钟 搅到它起降滑滑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同菜和在一起 那菜这部分呢 我们只要放一个Tispoon的盐就好 如果你用一磅左右的菜的话 菜和肉一定要拌匀拌透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 是不是还要再加水 那新手呢 可以先包几个 尝尝味道 咸淡不合适呢 还可以来得及再调整 鸡菜肉馅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做第二种 最最最最最简便的菠菜肉馅 我们用极冻的菠菜 它是已经chop好的 我们只要解冻它 放相应的调味 与猪肉碎拌匀即可 最后呢 我们介绍芹菜猪肉馅的 芹菜呢 不用烫 清洗后呢 去到这个老的筋 如果有叶子 叶子可以留着 这样先破成条 破的越细越好 破得越细越好 然后在这个方向切碎 也是越细越好 切碎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剁了 否则你还要加工再剁 那切好后呢 我们就放盐 一磅的芹菜腌制后 大约会缩水到 350克左右 所以我们放盐的时候 不能按一磅的量来放 要按缩水后的量来放 我们要放少于一个tispoon的盐 然后我们把肉的盐量也先放了 如果要放一磅的肉 那我们再加一个tispoon的盐 这样呢 给它腌制一会儿 待会儿再捏也行 或者呢你一起喝成 就这样直接捏 捏到它出水 它会出很多汁 这个菜汁千万不要倒掉 我们把菜推至一边 肉直接下 再放大约一个tispoon的糖 碎肉先搅开 接下来我们才和蔼味腻 继续搅拌 让菜的咸味和肉味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那到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加一点麻油 放一些葱花 或者撒一些白胡椒粉都可以 这样你喜欢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了三种口味的混沌馅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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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